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先讲好说我们的主题就做全方位的 人物花鸟走兽这一个山水通通有 山水部分我画的是武林四秀 那当然绘画跟实际上的风景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差距 我们必须有新的构图自己心里头的想法 除了武林四秀之外的山水有一个豆腐盐 是在滨海和另外一个海浪 人物部分我就是画了十八罗汉里头去挑了四张 那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画了这一个明末庆出 父亲本的这一个山色观音像 还有十八罗汉 做了很多考据的工作 我才发觉从宋元之后 这个所谓十八罗汉 从印度人变成中国人了 所以我这次在把他们恢复到印度人 这次展览只要是以花鸟为主 在我的作品中花鸟占的比例比较少 这只要原因就是觉得那个花鸟太莫朔成规了 我家旁边刚好有一天内国西 我喜欢散步是在傍晚的时候 看野花野草 也有什么鸟列 栖息的很多 当然可以让我运动最轻 感到最轻松的时候 就是伸布在内国西 想想自己有一些灵感 我回去就把它记录 所以这次展览主要是 十几张都是属于这一列的 这一张是比较特殊的作品 我得了帕斯基金身证已经五六年了 那这几年越花 那右手越严重 几乎无力拿笔 真的有时候感到自由拿笔 做话心情一直是很消沉 而且有时候感到好的 他就让你感到的 原因是为什么 感到射论 套 还可以 我认为